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繁华的台北市中 有香火延续百年的龙三四 也有成为电影场景的清水岩祖师庙 庙与文化早就遍及了全台湾 一般家庭也时常拿香 祭祖拜佛 探望透过虔诚的心 将其愿传递给神明 现香已有千年的历史 早期中国将香作为消除晦气与致病的工具 甚至将香用于祭食 直到汉朝才有了以香理否的文化 香在中华文化中 不仅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意义 更表现了中国敬天法族的精神 但随着大环境转变 存在了上千年的现香 会不会随着时代消逝 而这是不是一种文化的失传 不只是香本身的价值 更在于那些被我们遗忘的传统记忆 这与台湾来讲 手工它已经变少 它有一定的技术 我就觉得手工它有它的挑战性 因为人它有情绪 它不稳定性非常高 如果改机器每个人都能用机器 等于是会不会与传承来讲 这个东西就会不见 十几年到我会借到新来 我觉得我也算蛮用心 一直在经营这个部分 看似简单的现香 却承载着繁琐的工程 每支香都需要经过 年粉 打底 吃水 斩香等十二道手续 每一道程序所运用的技巧 都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我做香是很辛苦的事情 对吧 暖天是很大 整天都很高 1.1的香菜 比较吸引人家做 不过我们有天白灰你知道吗 要一支一支就去变 变 变 时间就通了 手工箱的制作不仅耗时 更耗费体力 师傅们在烟雾弥漫的厂房内 努力地做好每一道程序 在高温以及空气不流通的状况下 让本来就耗体力的致香程序变得更加艰难 而不少爬辛苦的年轻人也因此而纷纷退缩 他现在的小孩 他算不错了 没有白灰的 普遍看来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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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走 这些东西就轻摸了 你不要想说 我们有些东西 我一天没有什么东西就对了 最重要的你不要看那些动作好不好 都会看那些动作 感觉那些就没什么 那种观念的人都没有 而传承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目前就读大学一年级的曾思都 与一般的大学生不同 下课后便骑着脚踏车来到香场 拿起一把把的香开始练习 自乡的环境并不舒适 甚至是非常考验耐性与毅力 而有年轻人愿意尝试 这何尝不是一个令人感动的画面 跟我爸三洋交流决定要过来 其实也是在差不多一年多前 主要在家里闲着百万多余 然后也直接虚度光阴 就不来这边练 这个不是标号体 标号是角力 这角力 还有叫汽车 汽车去一个学校之类的 慢慢练角力 传承固然是一种延续的方式 但大环境的改变 却是我们无法预期与掌控的 为了让更多人看到香义文化 除了师傅们的坚持努力外 创新则为这项产业打开了新的一页 92年 我去上一个 中政台上上一个创业生销的科典 开始让我去思考 传统产业转型 我们的传统行业 已经开始做社保 一直没落 尤其那个时候是 大陆的这个 这个政口名 第一天穿销台湾 就是那个时间 所以我开始思考 我们如果没有当行 这样可能 我们这个行业 会很快要成功 以香为主题的文化园区 藉由观光与文化艺术的结合 让民众可以透过有趣的方式 了解志向产业 此外 园区也设立了DIY体验教室 让民众更能亲自感受志向乐趣 在这里 不仅可以制作迷你版的手工线箱 也可以体验将香粉与黏土做结合的 念想可乘 有一些游客的本身的部分 他有小朋友 然后他本身 可能想好的小朋友 对香片有这个部分 是不太有接触到 那他来到我们这边又可以体验到 我手捏香的时候 他会发现说 原来香料也可以做出不一样的一个创意 那他可以就是亲自 虽然不是做香 可是他有不同的体会 他就是他可以做出说 自己想要的异品带回去 我们平常很少在点现象 如果香的话能够转型现象 算是一个创新创意的东西 如果让小朋友从事一些首创的那些作品 可以提升孩子们对香的了解 这个是我叫的蝸牛 这是蝸牛 那这个整个是什么东西 鼻桶 它有香香的味道 原来香可以完全融入我们的生活中 不再只是祭拜师手上拿着的仪柱香 而是因为香留了它的价值在 才能延伸出更加可贵的创意与精神 传承是核心所在 而创新则为传统产业点亮了一盏新的灯火 未来的十年或是二十年 我们无法去保证香 究竟会不会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消逝 但我们现在能做的 就是保存炙香的记忆 在未来的某一天 让那些不曾接触过香的人 能够了解台湾 其实也存有这样的传统记忆 让现象的存在不被轻易磨灭 谈到八家将 您的印象是什么呢 台南家里有一个历史超过百年的集合堂 虽然他们在2011年遭受到注荣之灾 烧毁了文物 但却也给了集合堂一个重新思考 再出发的机会 各方的资源投入协助重建 一位留美硕士担任团长 旗下的八家将成员也几乎都是大学学历 他们用品牌经营行销的概念 来经营八家将 言请的纪律和自我要求 颠覆大家对八家将的负面印象 来看世新大学团队的报道 每一次的转身 随着罗古生挥舞着手中的雨扇和法器 踏出有力的步伐 每一个定睛凝视 眼神中散发出自信与虔诚 这些脸上画着不同脸铺的年轻人 他们是台南家里集合堂的八家将 集合堂成立于1911年 却在2013年惨遭注容 几乎将所有文物烧毁 但这样的打击却给了他们一个转型的机会 而这群年轻人 并非一般大众所想的不良少年中挫生 除了少数几位还是高中生以外 其他都拥有大学以上 甚至是硕士的学历 高学历的背后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愿意投身在八家将 这个传统阵头文化中呢 正在帮同伴画脸的是刘威佑 从科大设计相关科系毕业后 在百货公司担任金公司 负责制作仪式 有着精巧双手的他 许多线条复杂的戒指 多半是出于他手 从他帮许多客户 修补断掉链子的神情 能感受到他的细心与认真 看起来斯文的他 很难想象他是 集合堂八家将里的一员 也是帮这些家将们 画脸的面诗 我是小时候看到大 对 然后觉得他们还蛮 很酷很帅的这样 然后 脸吗 是装扮啊 步伐之类的 对 然后还有他们的神秘感 一小就看着这些 传统阵头文化长大的他 被家将文化的神秘感吸引 因此在高中毕业那年 投入集合堂 开始学习如何跳八家将 也因为从小对脸铺的喜爱 向堂里的老师傅学习画脸的技术 从刚开始紧紧在纸面具上做画 到后来收嫁回堂里时找同伴借脸练习 现在他已经是个能赌当一面的面诗了 真正这么的正统的八家将其实很少 就算有也居多是表演性质的 跟同事在讲 我有在出正 他们会觉得很惊讶 甚至他们会好奇说 什么是八家将 然后就是 他们可以了解说不一样的东西 从高雄大学应用数学系毕业的王俊龙 有一颗理性的大脑 现在从事保险业务的他 从小对八家将没什么特别兴趣 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八家将 直到集合堂遭到助容 他才开始关心 帮助集合堂 以前的他讲求数据 证据 但在成为家里集合堂的一员后 他发现 有些看不见的东西不代表不存在 而信仰就是一种看不到的心灵寄托 这让他渐渐开始投入集合堂的事物 但有家庭的他 当初成为家将时却不被谅解 最后他凭着他的努力 扭转家人对家将的负面看法 我老婆也蛮反对的 因为他们也是刻板印象很重 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我比较理性 我觉得这个刻板印象很正常 只是反正我就是先做好我自己 透过一些让他慢慢改变 我老婆现在从反对到现在 慢慢进而不会排斥了 这位是从小在家里地区长大的 集合堂团长陈希敏 是美国旧金山大学的行销硕士 顶着留美光环的他 现在在引荐公司上班 几年前看到了八家将起机 对着集合堂旧址痛哭的画面 他设身处地地想 若是有一天 他从小到大生长的地方 一系之间就这么被烧的金光 他也会感到不知所措 那我当下的工作是房仲 我觉得我可以帮人找一个家 我为什么不能帮神找一个房子 找一个家 所以就来投入这边的义工行列 然后起心动念就是这么单纯 一个留美硕士 就这么投入了妙物活动 来自传统家庭的他 难免遭到家中父母反对 但他认为他有做好他该尽的本分 原本的工作一样尽心尽力地完成 并没有因为参与堂里的事物 就荒废自己的本分 除了家里的问题 堂里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对于一个初来乍到就展开改革的年轻小货子 堂里的长者有时无法接受新的观念 但他把集合堂当成一个品牌经营 让家长和委员都能参与妙物的讨论 并将集合堂的优点加以推广 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 使这些团员以身为集合堂的一份子为荣 凝聚他们的相信力 这样对这个整个企业也好 我们把这个集合堂当企业的话 它是可以永续地发展 那会更蓬勃的 这是我推的方向 家里地区中仁里里长阳临紧压 看着集合堂从大火中重新振作 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 新的思维也慢慢萌芽 像是参与了台南金电堂举办的家长日活动 还有北家福中心的国际志工家长体验营 这些活动都让家长这个传统文化有发扬的机会 背负着集合堂的名字 将员在外的规矩执行得比其他团体严格 休息的时候要做好 不能说话时绝不说话 尊重流传下来的传统 正因为拥有高学历将团的称号 他们在平常的生活上更加恪守本分 典以律己 透过他们坚持的信念来翻转大众对八家将的负面想法 集合堂对他们来说 是他们第二个家 也是他们俊极梦想的地方 当然会一直持续下去 直到你真的没办法去做这件事情为止 然后再把这个家长文化延续下去 对 看能不能延续下一个百年 或是好几个百年这样 对 可能我看不大 可是就是我可能在这段这么长的时间是 就是也是其中一个小螺丝钉 运动选手在锻炼的过程中 需要不断的挑战自我寻求突破 而对于身心障碍的运动选手来说 更是一段克服自我身体与心理限制的漫长考验 接下来的专题要带大家去看身为台湾听障羽球选手的范荣裕 他从小在母亲的培养下展现强大的意志力 面对听不到羽毛球声音和平衡的障碍 却依旧坚持练习 如今他也担任母校民权国校的羽毛球教练 期待用自己的专业培养更多对于羽毛球 有兴趣的小朋友 而这也是范荣裕感谢一路走来各界温暖关怀 他回馈社会的方式 来看台湾大学团队的报导 做挥拍小球的挥拍然后长球轮转 而且妈两个两个子 后面有长球 对后面有长球 其实荣誉在我这边大概是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 这个阶段他真的是一个自我要求非常严谨的孩子 所以其实他来到我这里并不是一个麻烦的孩子 反而是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所以我常常会拿他激励大家 说荣誉都那么努力了 你们凭什么不努力 所以整个在训练的过程 跟他平常在班级求学的一个过程 他都说是我要求最高的 也表现得都非常好 所以说实际上的话 我真的就是把他当自己的女人 他一路走来 其实说我在教导他 其实我在他身上 其实也看到很多东西是也值得我学习 我从内心 其实虽然我们是像师生像母子 可是呢 我也是心里很佩服他 如果今天我是他的话 我可能不像他这么坚强 第一个他要克服人家对他的 看待他的眼光 他要克服他身体的困难 他听不到他要打女某球 其实他的平衡 这个听不到女某的声音 他是失去平衡的 所以他又克服很多的困难 今天拜荣誉 然后今天也二十三色 想去救助最大的东西 是 然后我就挑选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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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一家讲究 除了厉害的 就是一个很厉害 然后他是 一六对两色的 就是一场 对 然后 他就带着我一场 就是他下巴 下巴有点短 然后两个 三个小匙 就没有打 然后 然后 在眼睛都不关 就能不能交开 其实我小时候 在刚开始学宇宝球的时候 我妈她也是 遇到还蛮多的瓶颈 因为很多人都会问她说 诶 你的小孩就是 又戴雨肚天气 然后又戴眼镜 这样 看起来就根本不能 你无法运动 没有运动 然后我妈就说 不会啊 我把她当给正常的小孩 在养 在照顾 而且她又觉得说 因为我很喜欢打雨球 所以她就 她就认为 既然小孩喜欢的话 她有什么理由去 阻挡小孩的梦想 所以我妈就是 一路上 她就一直鼓励我 然后 有时候又 变到很累 然后 找不出成绩的时候 又想放弃 我妈就说 你自己选的 按现在 如果我要临险脱逃的话 然后做什么 所以我就 因为一路上 因为有她的这样 在背后这样 拉着边紧抽打了 所以我才有办法 就是一直 很有毅力的 去 在雨球这条路上面 去奔斗 我跟柔育的妈妈 没有办法照顾她一辈子 所以我希望说 她是能够 培养四十一的 独当里面的那种 态度跟 掌测 那我也告诉她 就说 做一件事情 如果你一旦决定以后 我觉得你应该要做到 你的极限 那雨球这条路 既然是一路选择的 所以 今天如果说你在 路程中 遇到一些困难 我会先问她说 那你 如果不打雨球之后 你要做什么 你自己自己先想好 然后想好的时候 告诉我 我就可以同意说 你放弃雨球这条路 那其实在当下 她最 就是大型比赛输了 而且被教练 骂得很 很 她自己应该就是很难过 这样子 然后 她是有跟我就是讲说 她想要放弃这样 她不想再打雨球 然后我就说 好 你就先想好 你要做什么 那 暂时的话 就是先休息一个礼拜这样子 她还有体力 她还是有技术 你不跟她磨得过这样 你怎么磨得清楚 她的底盘 对啊 我想给她两个字 创新吧 创新的部分是因为 身心障碍的选手 她有一个共同点 她很容易专入到她自己的世界 然后 当然 她的课业也好 或者是她的球技上面 因为专注 所以不容易创新 因为她们会容易去走 以前循环的方式 那当她去接受一个新的技术也好 体能的情况 她要花的时间 会比别人还要来得长 所以这一点是 嗯 我觉得她要去想办法突破的 那对未来来讲 她的技术面来讲 或者面临比赛上面 才可能会给人家 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有心 人家才会 怕 不然的话 依照 其他层级的选手 她也会去做一定的勤手 勤手的情况下 那一去做比较 基本上没有突破 没有进步的话 那未来就没有所谓的竞争 平常的选手 其实在她的内心世界 有时候是很孤单的 所以我觉得说 有一个人陪伴她的话 那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 其实她是从小到大 还有另外一部分 就是说 因为她从小到大 受到很多很多人的照顾 这样子 所以她能够一路成长的话 成长到现在 她是一个成年人 我希望说她能够在 她的心有余力 能够回归一些能力 可以照顾 所谓的身心障碍的 一些小孩这样子 我希望说能够 在她的生涯里面 也能够 可以发掘一两个 有天分的这种 尽障的小朋友 把她培养成 这种好的选手这样子 成长 Gui 好 好 还有她选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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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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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